借钱给别人炒股 坚决不行 亏你想不出来 他按天借 保证不耽误能买房 不行 那股市都有风险 万一烫进去了怎么办呢 别跟我说 你这 我刚才给你的文件复印好了 开会着急用 马上 现在就去 好的好的 小丁啊 我跟你说 那个钱可是买房的 坚决不能动啊 行了 我先忙了 拜拜 老哥 把卡号给我 申请过了 跟您说实话啊 没同意 但是我告诉他 我说这不是商量是通知 这 那你把钱借过 你不怕回去他跟你吵架 敢 小丁 你能呢 好 大家都听一下哈 发布会结束以后呢 他们准备了个酒会 邀请与会者参与 主要是作为一个答谢 反正大家都提前准备准备 好 好 沐佳 这个是通稿 一会儿发布会结束之后 发给记长 好 没问题 一会儿晚宴 小菲姐 你要不然 帮我跟吴律师请个假 我今天真不能再放 我男朋友鸽子了 再放我真就得分手了 你跟他说我没事了 特别不舒服 行 我帮你撑撑 谢谢 谢谢 丁儿 走啊 一块儿吃饭去 这 今天收成如何 还行吧 也就搬料王马车 这么牛 奏是这么牛 对了 说好的啊 日期 给 拿着 谢谢啊 客气啥呀 你快点啊 我 时常等你 哎 喂 穆佳 小丁 我发布会还没结束呢 还不知道几点能下班呢 你怎么总是这样啊 不是老嫂子说好了 今天一起吃饭呢吗 你又要加到几点啊 一如既往的未知数 未来老公你不会甩了我吧 那还真不一定 不是 你不加班吗 你怎么来了 不加了呗 穿这么好看要干吗 告诉你赶紧走啊 一会儿我女朋友来了 挠你 别挠我 你挠谁呀你 你挠你 你挠我挠我挠我 我坐我我坐我我坐我 我坐我我坐我 你疼啊 李小姐 晚上好 请问您要点餐吗 那就两份你们的招牌套餐吧 好的 您稍等 谢谢 她认识你啊 她认识的是金达的行政助理 李小姐 王小姐 张小姐两个 李小姐 您真有魅力 你也是丁先生 嘴这么甜的话 丁先生就有奖力 谢谢丁先生 你是重彩票的吗 咱几个同事赚了点外快 笑一个 自拍一下 来 还能自拍啊 笑一个 茄子 行了 这照片当平保啊 好 逢人就要炫耀 我炫耀什么呀 炫耀我是你男朋友啊 你好 对 我也有个礼物要给你 什么呀 我妈听说咱们要买房 资助了五万块钱 不不不 这也不能要啊 阿姨咱点钱不容易 咱不能要啊 我妈说了 男方家轻男而出 女方家也要竭尽全力 两家和一家 这才是一心一意 过日子的态度 阿姨太好了 对什么家 我觉得房子 还是要写上你的名字 因为这是我们家的诚意 我不加名字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不在乎 要不这样吧 那到时候我们有钱了 在北京要是有个大房子 就把最好的意见 留给我妈 把她接到北京来吃 好不好 没问题啊 咱俩一块努力 我玩的命都赚钱 到时候买个大房子 把两家老人都接了 来北京让他们享福 同意 谢谢 二杯请慢用 谢谢 来吧 吃饭吧 这是挺麻烦的 搬车六 我老板 喂 布律师 是 现在要去重庆吗 好 我知道 一个小时之内赶回所里 好 再见 你听到了吧 我老板让我联谊去重庆 一个小时之内回所里 现在不下班时间吗 你们老板是人吗 他就不是人 他吃进去的是炒干的是铁人三项 我要赶紧吃肉 小飞姐 我的天哪 小祖宗你可上来了 吴律师都快催死我了 你没跟他说我特殊情况吗 你特殊情况算什么 他今天都快喝吐血了 你快去快去快去 吴律师 收购合同的流程已经走完了 你赶紧去一趟重庆 接手海岚别墅的公账财务账 然后在这个合同上签字 好的 我想问一下 大概去多久啊 我行李还没收拾呢 去多久我不知道 行李 这件事情我只教你一遍 你听清楚也记好了 在你的办公桌下面 准备一个小行李箱 里面要放好你所有出差需要的东西 随时待命 随时出发 好的 去吧 好 那等会儿 是疼的 谢谢吴律师 天荣 你今天不用来上班了 上个月的工资过几天会达到你的卡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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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